秋田位於日本本州北部西側是日本海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有很多的祭典節慶活動 其中代表東北之下的秋田乾燈祭 是三大祭典之一 而領海的南路半島 不僅是知名的溫泉聖地 更有會嚇哭小朋友的聲波鬼 其實這都是非常珍貴的文化遺產 接下來帶你體驗日本傳統文化 同時也要一訪鬼怪色彩濃厚的南路半島 走進秋田市民俗藝能傳承館 今天我要來見識真功夫 哇 哇 好高喔 來 最初的 南無新的祭典 源自江戶時代的秋田乾燈祭 和青森睡魔祭以及仙台七夕祭 列為一生非看不可的東北三大祭典 每年的八月份登場祈求五股豐收 乾燈可以透過銜接方式越舉越高 方式除了用手握 還可以運用手掌 額頭 肩膀 還有腰部撐起 這就是腰部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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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部撐起 所以腰部撐起 非常難的 剛才看職人表演 行雲流水毫不費力 換我上場被認證 只是幼幼班等級 老師平安盡量不要太一樣 是的 小腿 ペサ 就可以 騺烏ect 比嘉祭 來 瞬目 開面 膽 debut 我一直吹 愛我 愛我 愛我一直吹 因為 我還是要報復你 剛才是兩歲的 現在是有 有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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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伸服 一手伸服 有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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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成功 體會完乾燈技巧 令人愉快的午餐時間 又品嘗的是 傳承三百多年的 倒挺烏龍麵 日本有三大烏龍麵 再起烏龍麵 水和烏龍麵 我們今天中午要嘗試的是 倒挺烏龍麵 你看這麵條是比較扁平的 細麵 今天的吃法可以嘗試 像是沾醬油 冷麵的方式 或是放在旁邊的鍋裡面 燙一下 熱呼呼的吃 倒挺烏龍麵 發源於秋田縣湯澤市 不同於其他圓滾滾的烏龍麵 傳統製法扁平細麵 吸收醬汁融入口中 是不少人鍾愛的滑順滋味 你聽過聲波的傳說嗎 每年12月31號 他們會挨家挨戶的拜訪 到了家裡就會敲敲門問說 有沒有不聽話的小朋友 聲波帶著面具身穿稻草縮衣 鎮山傳承館 我們就此揭開他們的神秘面紗 嚇人嚇人 嚇人嚇人 聲波違背當地人是為山上的神 每到除夕也下山挨家挨戶尋找懶惰的人 以及不乖的小孩 剛才聲波來到家裡非常大聲 因為要除去不好的惡靈 而從他們身上掉下來的稻草 我們現在可以撿回家 當作護身符 代表你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而且增長智慧喔 算這模樣有點嚇嚴 但聲波來家裡象徵能消災除惡 開啟諸事大吉的一年 經過這場震撼教育之後 南路半島的傳統料理也要上桌啦 要為您介紹石燒是南路半島的特色料理 顧名思義就是用石頭烹煮出來的 把這裡所有新鮮的食材放到木桶當中 最後再加入高溫炙熱的石頭烹煮 可以縮短整個的時間 同時鎖住食材的鮮甜美味 來 多走 秋田縣南路半島盛產海鮮 這道源自當地傳統漁夫烙裡 燒一鍋水倒進大木桶 放入新鮮的鯛魚 採用南路半島海岸的石頭 用炭火燒三小時 近900度的高溫丟進水中即刻沸騰 最後成了南路半島最具特色的 味噌魚湯 享用完大餐 在這鬼怪色彩的故鄉 夜晚還有一場精采的 聲波太古色 聲波鬼門充滿氣勢的開場演出 卸下面具之後 原來是在地年輕人組成的 日本古樂隊 體驗南路半島與眾不同的傳統文化 來秋田 南路絕對值得一訪